大家好,这里是绿正悟空i4u,今天是2019年1月5号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双重标准这个话题 双重标准这个问题呢,在西方的民主体制国家内也是存在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对于墙内的那个体制,它为什么现在非常的不得人心 我个人的感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双重标准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工儿开支 甚至在有些人的一些作为,已经达到了寡连少尺的地步 这个呢,又跟韩大草包法官有关,这个我们待会再说 首先我们说一下孟晚舟这个事件 孟晚舟她是在2018年的8月份就被美国的司法部提起了刑事指控 并且下发了拘捕令 然后因为12月1号她过境加拿大 而加拿大是跟美国签有引渡协议的国家 所以呢,就孟晚舟就基于第一,她被美国司法部提起了刑事指控 第二,加拿大跟美国签有引渡协议 基于这两点,她被加拿大当局实施了临时抓捕 那么这个新闻爆出来的时间点大概是12月6号 三天之后,12月9号 据国内的一个喉舌 就是人民网的报道 11名中国人在日本 他们因为非法滞留也是被被捕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11名中国人和孟晚舟的情形是非常类似的 都是在,涉嫌在境外 就是被刑事指控 那么外交部对于像华为公主孟晚舟这样的权贵阶层 采取的是什么? 战狼的姿态 而对于这11名在日也是被刑事指控的 华人呢,中国驻外领事馆却说什么 不袒护个别人的违法行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华为公主孟晚舟这样的权贵阶层 以及对于11名的草根 中国人在日本的同样的情况的类似的遭遇 外交部是非常明显的天壤之别的双重标准 我们今天来说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对于国内的体制内的翻墙去看外面的世界 就是上网翻墙看外面的世界这个问题 据民生观察的报道 重庆有一名黄澄澄的市民和往东一位叫朱云峰 这两位市民呢,他们都因为翻墙登陆境外的网站被警方传唤 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刑事指控 然后呢,最终呢,是对他们实施了就是行政处罚 而且呢,甚至还有的就是遭到了 就是叫做劳教,进了劳教所 所以呢,也就失去人身自由 就是有一段时间失去人身自由,并且被罚款 所以这篇文章呢,他当然也很犀利的反驳 因为我们知道前两天就在跨年的时候 华为就发生了,华为的一些高管用iPhone翻墙 然后发一些华为官方的新年祝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事情 华为的这个翻墙会不会遭到国内的警察 这样的一种行政处罚,大家可以去想 OK,所以呢,除此之外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具体看一下他这个行政处罚的决定 他说,县查明朱云峰 就是那位广东的老百姓 于2018年8月份开始 致被查获使用自己的手机 安装蓝灯软件APP 然后呢,利用宽带进行翻墙上网 且最近一周登陆次数怎么怎么样 也就是说他仅仅是因为 一个用了一个翻墙软件 翻墙这么一个事实 就遭到了行政处罚 另外我注意到 在推特上有一位小渣的账号呢 他也转发了另外一个很类似的情形 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厦门 厦门的一位姓潘的网友呢 他呢,也是遭遇到类似的情形 结果他遭遇到了是被行政拘留 并且呢,是被罚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体制内 草民百姓 他们所面临的一个网络生存环境是怎么样的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谁呢 是一些大外宣 是一些翻墙的五毛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扫地僧账号 扫地僧账号呢 他的地标是松山 他是长年累月 就是在推特上 总发一些公鸡公贵先生的一些文章 或者是视频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长年累月 没有问题 因为什么 因为他的政治立场 是跟CCP是一致的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叫做 爱国者的推特账号 他的地标呢 也是北京 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发的推文就是 盲目排挤华为 西方公司 陷入了窘境 所以只要你是 跟CCP的政治目标 立场是一致的 翻墙 没问题 此外呢 还有像军林天下 这个账号 他呢 地标是西安市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在推特上 也是以 就是攻击郭文贵 为主要的政治 政治目的 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叫阿娇的账号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郭氏爆料革命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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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看他的地标呢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问题 是1月3号 还在发推 另外有一个 就是1月4号 叫做春燕硬化 这个呢 他是发的英文的推文 所以我就 我就有回答 我说 So it's okay for you YouTube VPN VPN就是从墙内翻墙的一个 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一个软件 在这里我就把它动词化了 就是对于你们来说 你们去翻墙 但是呢 你们去代表CCP的话就没事 但是其他的人 就会就要遭到刑事指控 对吗 而这个春燕硬化 如果我们去看一下的话 它的地标就是中国 所以这样的人 只要他们的政治动机 是CCP所希望的 没问题 但是对于老百姓 你哪怕去看一眼 都是有问题 都要遭到行政处罚 都要被拘留 都要被罚款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谁呢 草包法官 草包法官看看他 刚刚1月5号发的一个视频 他说什么 此时此刻呢 我不在加拿大 我回国了 现在我在中国 你是怎么翻墙出来的 你要不要也被行政拘留处罚 至于我在视频的一开始 说国内体制内的这个双重标准 已经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 甚至有些人已经达到了少连寡耻的地步呢 因为这个草包法官 你是不同于一般的黎民老百姓的 对吗 虽然我们不知道你是透过什么样的途径 没有法学学历 都可以爬升到法官这个 这个座位上去 但是你毕竟已经是在体制内 作为一个法官 如果草民老百姓 他们都会因为翻墙 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遭到行政拘留 遭到行政处罚 你却可以公而开之 堂而皇之的做视频 说你在不在加拿大 在国内然后翻墙出来做视频吗 你这样就 你就这样把CCP不放在眼里 打CCP的脸吗 所以我就说现在国内 为什么就是整个这个司法的黑暗 不仅仅是我在推特上 一再呼吁请大家关注的 就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李倩法官 他在那样一个政治奴才的社会氛围当中 配合一个皇上的宠儿 为主席连任修宪 摇旗呐喊的田彦刚律师 两个人联手做出一桩司法黑暗 我们可以看到连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 他都要做视频来自保 我们来听一下 看到了吗 连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 都要以这样的方式求自保 为什么他草包法官 他可以这么堂而皇之的 明知国内是有行政令 就是不得翻墙上网 他可以这么堂而皇之的这么做 他是什么人 他是什么身份 难道大家还不清楚吗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想就我今天早晨转发的一个推文呢 做一下说明 今天早晨呢 我有转发了这样一个推文 他是说 宁波有一位单亲的妈妈 他因为长期的卧床 有严重的疾病 不能下床走动 大小便也不能自理 所以呢 面临种种的这种困境呢 他的七岁的女儿 向妈妈许下的新年愿望 居然是妈妈你把我卖掉吧 所以看到这个呢 非常的不忍 所以我就转发了这个推文 但是后来呢 我有按照网友的提示 去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就是发现这件事情 实际上在国内已经有了下文 就是这个妈妈呢 灵性的妈妈已经做了手术 所以情况可能在好转当中 所以这个呢 我就需要向非常好心的一些网友 声援的网友呢 做一个说明 所以大家可以自行决定 究竟下面怎么样去做 然后呢 我也是其中转发了一个企鹅宝宝 也是同一个推特账号 Zuzu他的一个推文 我觉得很有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连动物企鹅都会 都会去对弱者去形成一种救助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非常感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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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